我希望来的人不会是来者不散 今天的steady game 非常非常 我觉得这是我steady game 里面最勇敢的一个steady game 因为今晚我将会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最忙流的地方 就是传说中最多 很多学校背后都有一些灵异传闻 好像马来西亚就有十大猛鬼学校 当中有一部分敢因为太猛鬼被逼荒废 大家在格隆坡追寻灵异冤案期间 阿Ben的朋友Zira就读过一间猛鬼学校 里面还流传了两宗闲为人知的灵异冤案 Zira希望张森芬师傅外谈十字队 可以去到这间学校帮两位已死的同学尋冤 为什么会有一件大衣在那边 为什么会有一件大衣在那边 有一件大衣在那边 有一件大衣在那边 我们现在还 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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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灯很多 我准备了很多立灯 希望 而且我的灯有一个好处就是 全部都可以耐八个小时以上 所以我觉得灯方面没有问题 现在最重要的东西是 胆量 其实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的朋友原本是跟我一起去的 有一个叫Bernard CK的 我们刚认识的 我会在拜三和拜六处视频啦 不过我觉得我即将将会拍 多数在于减肥这样的东西 原本他就讲说 我们一起去哦 还有一个朋友叫Le Vance Le Vance 原本说 今天就陪我去那个地方 可是 他们突然放我飞机 OK 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我就只能一个人去那里 一个人睡到天亮 我现在的心情其实也还好 因为我完全没有去到的地方 我不懂那个地方长什么样子 所以只有等到我去到那里 进去了过后 我才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的心情是如何 现在是11点半 OK 我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我已经到这个学校外面对面的 一个妈妈灯 然后 现在我要进去了 我已经在这里附近了 然后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我后面这一间 其实我已经到这里附近了 就在里面 然后我 还没有进去之前 想要给自己一个行李准备 因为里面实在是太黑了 如果我没有开灯的话 我完全看不到里面是长什么样子 如果我没有开灯的话 画面会有一点差哦 因为太晚了 所以 不懂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的任务非常简单 我的任务只需要在这里里面睡一个晚上 就是睡到天亮 首先先讲我不懂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老鼠 有流浪汉 有 完全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的状况下哦 我要进去里面睡一个晚上 OK 在进去之前我做一个小小的准备就是 我把这个灯放在我的胸口 我的手上再拿到一个电筒 为了可以让自己的视线更远一点 所以我必须要用 我必须要用两个手电筒 这个地方哦 是达曼迪萨的一间学校 然后 之前怪坛也有来讲过这件事情 然后 也是有来这里拍过 然后当时其实我的想法是 你们人这样多 这些东西比你们更怕你们呢 然后你们还讲 哇 会感觉到一些东西 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人这么多 你们还感觉到这些东西 会不会是你们想太多了 有时候我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动物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样可怕 反而我觉得人是最可怕的 所以今天我就来挑战你们都市传说中的 KL的最盲流的学校 今天我要在这个地方睡一晚 没有错 你没有听错 今天我就是要在这里睡一晚 OK 这里应该照理来讲有个guard 对不对 可是 这里是没有guard的 所以我们不要打扰他 后面真的有一个人在那边睡觉 所以我们不要打扰他 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按赞 因为我是真的是一个人走进这个地方 然后 竟然我这样steady的 看我影片的朋友们 你们也应该要steady一点的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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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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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差不多逛完整个地方了 OK 这整个地方真的给我逛到几几八八了 OK 我现在人了 已经进到这间学校里面了 现在是接近一点钟 现在是时候跟大家讲 我来这里 带了什么东西来这里 steady game OK 因为我讲话尽量不要讲这样大声 因为我觉得 这里的那个环境音有一点 有一点回音 我很不喜欢那个回音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水 防蚊贴 我非常讨厌蚊子 所以我买了一个 应该可以顶一个晚上了 只可以选择黏在衣服 因为如果你黏在你的颈 或者是你的脸的话 它会掉掉 包子来 我铺好了 现在我要在这边 睡一个晚上 就靠这个了 我还有带一些 零食 以防我嘴巴痒的时候 可以拿来吃一下 豆花 就是我的summer 我还没有吃到什么东西 晚上只吃了一点点东西 这个是我的宵夜 反而我的这一种 还有我的 这一种手电筒 能够耐 六到八个小时 接下来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powerbank 在这种地方 必须要准备 不管你去哪里都好 powerbank 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的电话 很需要 powerbank 那几点 现在才一点钟 我觉得我现在唯一能够做的东西 就是看看戏 打打 game 然后过一下时间 吃一点再回来 吃一点再回来 我现在在跟这个家伙live 没有我在拍我那个steady game 在1点46分 现在是1点46分 刚好这家伙放工 就有人陪我讲话了 太开心 我刚才完全不懂我自己可以做我摩的东西 然后我差不多不懂要做我摩的时候 你就打来了 非常开心 我发现我听到很多人的声音 一些印度人的声音 ok 我有听到有人讲话的声音 所以我想说走出来看一下 我会有靠这个来自保 ok 我希望来的人 不会是来者不散 ok 我们继续睡觉 接近3点了 现在很多那种 摩托的声音啊 车的声音啊 走来走去 其实我 没有办法睡 而且又加上很多文字 就是说 5点钟了 一直听到好像有人走过的声音 所以这个是拿来 防备的 万一有什么事来的话 我还是有一个 还有多一个小时就6点钟了 actually it's not so bad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不敢坐 如果你很想知道 什么感觉的话 我只能跟你讲 这里除了超 还是超 天快要亮了 所以走吧 所以接下来 我要在这边 排热处了 排了热处了 过后我现在问题是我不懂 太阳到底从哪里出来 所以我直接站在这个 等一下太阳出来的时候 可以给大家看到这里的热处 没有到现在都还没有吃到什么东西 现在是6点多了 ok为了为了不想大家误会我的意思 其实我并不是要挑战这些所谓的朋友们 我只是想要真正个人去体验这种东西 ok现在已经算是天亮了 而我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拍摄 然后拍完这个东西 我就可以回家睡觉了 ok现在我们要结束这整个影片了 所以 等一下 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 你在市场上 欢迎订阅 你里面有没有飓 später